国道上一男一女在手旅车后方用尽全力推车 另一名红衣女子则在驾驶座旁开车门推车 一辆辆轿车从旁高速行驶而过 但这三个人依旧忙着推车完全不顾自身安全 从另一个角度看 当时工程车和缓撞车在后方警戒 三人推行了十多分钟 把车暂停在壁车弯才够一段落 其他人看了也直呼实在太危险 事发地点位于国一南下143公里苗栗铜锣路段 日前一辆修旅车抛锚没多久拖吊车到场 但驾驶疑似趴被坑前 坚持要找认识的拖吊业者 车上三人进下车推车 到场的拖吊车只能跟在后头 但警方指出三人行为已经违法 警方表示驾驶不止没摆放 故障标志还危险推车 离谱行径将依法开罚 车辆抛锚事小 万一酿成交通事故得不偿失 记者陈广瑞王百一苗栗采访报道